去年底財報失言爭議 說兒少親身率上升和高樓 太多有關 衛福部心理健康 司長勝利中退休前夕 又捲入強收 公積金風波 半聚餐 慶生 中原普度都要錢 但心理健康司員工投訴爆料 一個月薪水才三四萬塊 卻要求每人年繳交一千元 當興建司公積金 這次再多收一筆五百元 禮物費 歡送司長勝利中退休 痛批公部門好大喜功 想巴結上司卻苦了基層 要基層掏錢替長官辦歡送趴 引起爭議 興建司回應 公積金從一百零七年起固定 一年收一千 活動支出 明細也有記錄 至於五百元禮物費 並非強迫絞交 純看個人意願 可能是傳達上有誤會 強調無論是禮物費用 還是千元公積金 合計一千五都將全數退回 避免爭議 未來也不再收取 三立新聞李文勝登家宣 台北報導